上年那位乾隆未復出巡迴京,在京郊一間客棧住落,忽然知道皇宮大內多了一個七師衙門,還主要負責大內的護衛工作,由這些不靈不白的人來負責大內的安全,絕對是不允許的。 於是乾隆就留夜,叫了封台大營提督割封年來,叫他招集一萬人馬,保護莊親王、怡親王、立親岳以善四個皇宮大臣進城,會同九門提督衙門,各大五百名官軍,解除七師衙門的武裝,封鎖文件。 現在只要等著載上張亭玉來,就可以行動了。過了沒多久,張亭玉和宏曉在京城裡就趕到來了,他們入到客棧,見到離別了將近整個月的乾隆,於是由張亭玉領銜,一起跪低請安。 乾隆就說,起床吧,這地方小,除了亭玉之外,其他人就站在那裡,將亭玉的謝恩坐在靠牆的椅子上。 皇上氣息都幾好啊,只是瘦了一點,不過精神好啊。 既然到了風台,回去大內或者唱春園,只是紫尺之地,住在這個地方不當安全的。 乾隆就沒有接過他的話題說,你們在京的皇宮大臣,辦差不錯啊。 朕出去十幾天而已,連風台提督都不知道,你們的事情做得很嚴密啊。 不過朕是想問,七師衙門究竟是甚麼回事? 那麼乾隆的梳堂弟弟宏曉就很坦然地回答了,是神帝請示了莊親王設立的七師衙門。 皇上都知道,大清開國將近一百年,到神帝這一輩,還有比神帝少兩三輩的宗室子弟,有成兩三千人。 他們天天拿著著雀籠去茶館,喝茶聊天,養狗追女生玩。 就不如安排個正經的差事給他們,也很管束。 到愛凡的皇爺進京,那由七師衙門來照顧一下。 那一來,這幫子弟就有些收入,二來就避免惹是生非。 那七師衙門是誰管的?是五爺家裡的弘勝,弘勝也挺聰明的。 是李親王弘勝,和儀貝勒弘昌推薦的。我不放心,又加個弘譜去協辦。 那七師衙門設立之後,你有沒有再過問這件事? 嗯,我在軍機署,就沒有什麼打理這件事了,只是按月來知前良。 七師衙門每天都點卯照料的內幕,都是小事來的。 七師衙門已經接管大內晚頭黑的防衛,連奉子回宮的太監都被擋回頭。 你是管大事的,那朕問你,還有什麼事比這些更大的呢? 後院裡,淋上了一大堆乾柴,一點就著了。 你的軟的聲音不出,也不知道是你傻子還是傻子。 皇帝突然變了臉口,在床的幾個皇宮大臣, 每個都怕到臉都青,再都站不住了,一起就跪下。 張亭那個那邊還坐得住呢? 亦連望跪下說,這件事,神和納親都知道,也過問了。 我,因為說是請子准行的,就沒有追究。 唉,都是神魯曼昏庸,請主子降罪。 立親亦說了,神罪責難途,求皇上嚴加懲處。 乾龍就突然變回一副笑臉說了, deserved,去襯わか懲處由令的。 炎王一雅雄的iß Justice, 朕就為了固存你們的面子, 今晚我就叫你們過來。 etical他還算是汛令人? 今晚就辦撤銷七師衙門一件事? 醒門一副湯 castle, 全都是九門提督�gence composed dan鷹落的。 這裡離城還有那麼遠路, 給郭鋒連護送你們回去辦這件事。 宏曉就有些圍欄地說了 皇上呀 那是一道子意就辦了的事 何必要這麼匆忙 帶兵入城 驚動太大了 哈 朕是顧全你的體面 你還這麼多嘴 你退開 去西商房 明天跟著朕進城 不用你們辦這個差 前龍講完 又走到桌上寫首語 一邊寫就一邊說 譬如眼裡入了沙 難道你要朕明天才出眼嗎 寫完首語了 他就遞給郭鋒年 你的差事就是兩樣 胡宋幾個皇宮大臣入大內 然後立即到怡皇府 所謀弘昌 弘袍 弘星 一起交給中仁府 由納親看管 由於乾隆用信蕾不及掩耳法 於是設立了不夠半個月的內幕府七師衙門 在兩個時辰之內就土崩瓦解 就好像他出現一樣這麼突然 消失得一乾二淨 本來按照弘昔的設想 將在京城的兩千多個皇族子弟 閒散的宗室親貴組織起來 加上他們自己各自的家勞門人 那就是一股了不得的力量 靜悄悄地把持了內幕府 逐步掌握護衛大權 還有外來皇爺的接待權 和八旗歧視的聯絡權 實力大了 那到時皇帝不給面都不行 即使是不可以廢了乾隆這個來歷 可疑名分不正的皇帝 起碼也削弱他的獨裁權 恢復順治皇帝之前 八王以正的局面 但是這件事做起上來 才知道好艱難 原來密針過很多次 他們一年之內暫時不遣山露水 只是站穩腳的計劃 不可以實現 那些天皇貴咒 個個都不是善男信女 說是內幕府的第七師 但是內幕府根本不敢招惹他們 連弘埔弘昌弘星都制虐不住這幫人 這些七師衙門的所謂兵 個個面子都帶得人害怕的 這個去戶部找自己的門生批前兩 那個去兵部的武器庫 找自己的奴才借兵起 這些都是皇族子弟 都是姓愛申閣羅的 誰敢得罪他們 好了 後來這些人 索性佔據了東華門西華門 說是幫助侍衛守護大內 那內幕府就知道這幫人都是惡爺頭來的 誰敢出來得罪啊 於是七師衙門這個勢頭發展之快 連弘昔自己都覺得吃驚 那一日早上 弘昔天未光就起床 他想著連早餐都不吃著 馬上叫了弘昔和弘昔過來商量怎麽整頓七師衙門 怎知都未曾疏洗完 皇府門官就急急忙忙地走進來稟布 皇爺啊 不知怎麽搞的 我們皇府外邊很多官軍守著門口 好像出什麽事似的 冠軍 黃色將口裡頭準備朗口用的青鹽水就套出來問了 你有沒有問下 是哪個衙門 哪個派來的 守在門口做什麽呢 老財問過了 說是九門提督衙門 奉命守護的 其他什麽都問不出了 黃色當堂目定口外 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實在是皇上回來了 他發現了七師衙門的事 於是他定登就整個坐在安樂椅上 拋頭拋計 過了一段時間 十聲站起來 叫人和我備訣 我進大內看看 那個門官就答應一聲出去了 這邊黃色的那聲 跟衣 穿戴整齊 一走出皇府 哇 門口和圍牆腳上 三步一哨床 五步一光 都是配刀帶劍的武官 品級最小的都是千種 紅豆豆站在那裡 木不斜屎 他知道出了大事了 索了一口大氣 鎮定一下自己 路落石級就上了腳 沒有人來阻攔 於是就大聲吩咐 去東華門提牌子 帝牌子就要見皇上了 東華門的頭就一切如常 時衛太監見到是李親皇家都 照例來請安 問好 帝牌子進去 好快就有紙意 穿紅色養心殿近見 紅色的心就十五十六 一時就想著自己沒事的 一時就莫名其妙很緊張 天落著小雪地下結著薄冰 有幾次他不留心就幾乎滲滲 訪訪忽忽來到養心殿的垂花門前 太監王麗就向他打籤請了個安 萬歲爺說了 李皇爺到立即叫准 黃色就跟著進去 果然看到乾隆坐在東戀國 和納親鄂爾泰 找陸宏曉在以緊時 於是就去行三季九寇的大禮 神不知道儒駕已經明返 武力迎接求皇上恕罪 乾隆就若無其事地小笑 看來你多精神 多過瘦了一點 要愛惜一下自己 跟著就叫起身次座 接著先頭的議題就說了 便事的事不可以再拖了 北京這陣子天頭這麼冷 有些窮的考生很難捱的 這樣吧 叫禮部查一下 有哪些考生住不起客棧 住在廟裡的 就沒有人支助五兩銀 有在南方廣州福建來的 他們一定是戴不夠衣著 在軍需庫裡支出一些散發給他們 你們都知道 或者這些人去頭 將來就會有張相 如果凍死了 豈不是罪過 那坐在宏式旁邊的 宰相鄂爾泰就說了 主子想得真是周到啊 照奴才看來 昨晚查抄七思衙門 有五六千兩銀子 匹服 柴炭 這些東西都很多下 不如 就將這些東西分發給那些窮的考生 那就節省很多事啦 立親就立刻反對說了 還是照皇上的指意為好 查抄的東西本來就亂立立 直接拿去想給人家 連帳目都沒有立 以後遇到這件事成了例就不好了 查抄的東西應該入庫就入庫 想給人家的東西該出庫就出庫 規矩不可以亂 要盜著小人從中作弊啊 宏式聽著這番說話 哎呀才知道真是出了大事啦 那頭滾聲 好像被響雷炸到猛了那樣 田龍就拿眼尾 瞅著這個發展偶大的宏式說 電視的事就定在十月二十六呢 由宏曉和宏式主持 立親監場 往年每年電視都有凍親的 今年叫禮報 每人發一個同手奴 熱水要來不中添悶 至於電視的題目 朕到時再定 你們看這樣行不行 幾個大臣就立刻二口同聲稱讚 潛龍就問了 宏式 你為何一聲不出呢 宏式嚇了跳連王說了 皇上說得很對呀 這個七師衙門 我一早就看他不順眼 應該抄了他 他這樣說 在場幾個大臣就握了大言 潛龍就說了 你當然一心想著大公張志 好了 便是的事就不敢叫你操心了 宏式的臉都紅色的說了 七師衙門其實不關神的事的 不過弘星弘普弘昌 他們都是兄弟 突然聽聞查抄七師衙門的事 神真好驚下 求皇上望開一面 你都知道了 七師衙門裡頭 那些都是皇族子弟呀 潛龍就說了 哼 他們是子弟兵 這些子弟兵放在大內裡 朕有的顧忌而已 你現在幫他們求情 是情理中的事 宏昌宏昌宏好 昨晚拉在彼斗裡被拉了起來 現在混在忠仁府 就等著內務府神營師來敲問 你求情 如何對作各法 如果這件事涉及到你 就有誰來求告呢 皇上 你這聲音皇上叫得很大聲 不過你在心裡 何時真正當朕是皇上 朕老實告訴你 昨晚宏普弘昌 什麼都招散 算什麼硬骨頭 三十來點都沒到 真是熬不住 皇上再也坐不住 腳仔一軟 趙勢就趴在地上 一尾那麼扣頭 一句話都說不出 乾龍就站起來 人真是奇怪呀 聖祖爺廢了你父親的太子位 廢了兩次 第二次是公開發聖子說 有誰敢說 人形定醫好 可以重為太子者 朕即斬不捨 公開發的聖子 不是在密室裡頭說的話 天下皆知 為什麼你會忘記呢 很多人說先帝黑薄 但是偏偏是先帝寬大了父親 不被偉忌 不清神 在死的時候以太子禮來安葬 朕以寬人對待天下 封你為親王 又在御前行走 你竟然想起你的父親本來是太子 這間養心殿 這間太和殿 這間養心殿 應該是你的 你一陣時那個弘色 怕得臉色的香灰那麼肉酸 頭頭那一尾打震 實在是沒有這麼想 真的 真是 乾隆就根本不管他 繼續說 唉 朕太仁慈了 仁慈到有點過龍 連天下的神民都以為 朕連雞都不敢殺 我問你 楊明氏是怎樣死的 乾隆突然走到弘色旁邊 你不用怕 楊明氏的死 跟你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你跟弘星弘昌弘虎地一班 你是知情不報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 有很多事 朕想查也都不敢查 如果一路仔細的查下去 恐怕在座的有的人 難性其罪 哈哈哈哈哈哈 天啊 你叫朕以仁孝自天下 但是對這麼諸久不如的人 能夠仁慈呢 船家禁說了 三閘一閉 要朕親君子欺小人 如果朕身邊都是小人沒有君子 那又怎麼辦呢 船家禁說 要破心中賊 好奇難啦 乾隆這樣說 將在座的所有人都掃進去了 立親惡以太 宏曉弘虎 誰都坐不住了 一起跪下 宏曉就叩頭說了 皇上這樣說 真是令神無地之用 神流在京城辦事不留心 智英 朕跟著就會說到你 弘曉 你哪裏是什麽辦事不留心 你一尾在那裏做好人 你父親十三叔是文明天下的俠王 怎會養出你這樣的兒子 你在尚書房又在軍機處 弘昌是你的親兄弟 他胡作非為 你龍了還是盲了 還有弘昌弘虎弘捕 這三個惡種行跡鬼畢 又不是一兩日的事 你何時有過一句話制止過他們 又何時密就過給朕知 哎呀聽到弘曉 整身飆冷汗 一句拱拱聲叩頭 一句話都答不出 十六叔雲六就連望叩頭說了 皇上呀皇上 臣是管絕東宮的 的確有失策之罪呀 你收聲 下爬輕輕 你知是失策之罪嗎 你的病是情私不振 弘昌他們真正想搞的是八王以正 適合你的心水 心照不算一拍即合 朕一路來不讓你入軍基柱 難道你沒想過為甚麼嗎 惡以太和立親 從來未曾見過乾隆這麼生氣 這麼激動 本來想勸一下他幾句 兩個親王一開聲 就被他罵到狗血淋頭 哎呀自己都嚇到他心 勃勃跳了 一時間大殿裏頭的太監工女 個個怕得定了形 有一尾聽見乾隆在那裡 拼拼拼拼拼拼的說 甚麼八王以正 如果真是好制度 成道為甚麼會廢掉他 為甚麼上三期 直轄那皇帝 為甚麼先帝爺 廢掉他們所有鐵帽之王的兵權 想得真是天真 先以正再逼供 好呀 鐵帽之王都在奉天 請他們來 朕給他們正 等他們倚 他們有這個膽嗎 你們說 只要有一個人建議 朕就立即下這道聖旨 嘍 乾隆發了大火 那麼雲色地條命就冷過水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文文文文站 文文文文 李宗盛 記者 阿賀 旁ong 李宗盧